清脆響亮的打鼓聲 炒熱現場氣氛 2020東京帕運進入倒數300天 為了培育更多選手參賽 教育部體育署特別推動 2020東京帕運鑽石計畫 強化選手訓練 全力投入備戰 一個國家對於身心障礙朋友的 關心程度的高低 決定這個國家他們的強大與否 體育署正在中央主管機關的立場 一定盡全力來協助 利用運動產業的這些高科技的 這些儀器設備和訓練 還有一些高科技的 譬如像心理諮商 營養的這個調理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加強強化訓練 我們稱為帕運備戰的鑽石計畫 多位選手齊聚一堂力挺鑽石計畫 目前已經有7個項目 22位選手投入這項計畫 其中在桌球項目 排名帕拉桌球TT5級世界第一 曾在2016里約殘奧會拿下銀牌 選手陳志明明年要再度挑戰 東京帕運這一次目標鎖定金牌 因為還有10個月嘛 然後就是盡量恢復自己的體能這樣 鑽石計畫就是因為生活上 就是有生活補貼 然後就是訓練上面也就是 都安排得滿得意的 身為亞洲帕拉跳遠紀錄保持人 市場田徑選手楊川暉 經期也積極備戰明年的東京帕運 包括說科學訓練 然後體能教練跟技術教練的部分 也都幫我們量身訂做課表 目前是把它當作最後場比賽在努力 我覺得自己的心態比較重要 就是把每件事情做好 然後展現出自己覺得最好的成績 2020東京帕運受疫情影響 延後至明年8月24日到9月5日舉辦 目前中華代表團 雖然只有兩名桌球選手確定取得資格 不過仍有許多積分賽事時間待定 參總會會長也預估 共有七八位選手有機會取得資格 也呼籲大家一同為他們加油 成為選手們最可靠的後盾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玲 葉雲汝 台灣特別報導